朋友们,大家好 三联生活周刊发文说 出生率下降导致幼儿园关停潮人口萎缩对中国的全方面影响 最近,湖南省教育厅发布文件 要求有序组织幼儿园设并转撤 在我国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 这是首个省级政府正式提出撤停幼儿园 在出生率下降的大背景下 尽管人们对幼儿园萎缩的驱使有所预期 但幼儿园供需形势逆转之快 还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 2022年的幼儿园数量比上年减少5610所 下降近2% 在原幼儿数量从2021年开始浮增长 当年减少了13万人 2022年降幅扩大 减少了178万人 几乎一夜之间,幼儿园就开始变得过剩 从一元南球变为一海南球 幼儿园大量关停 是我国出生率下降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人口萎缩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全方面影响 现在才刚刚开始显露出来 据格隆会报道 维港投资创办人周凯旋说 李嘉诚早已预料 香港经济一落千丈 格隆会12月8日 维港投资创办人周凯旋 12月7日出席投资论坛后表示 李嘉诚曾经在2021年初向他表示 建议延长备用资金 他表示 李嘉诚的看法证明 反向思维的重要 周凯旋表示 李嘉诚当时指 山羽欲来封满楼 之后经济会一落千丈 获李嘉诚提醒 他的投资项目 在2021年12月前 要做好延长认为capital 跑到资本 急出创企业所需运作资金 否则会非常可怜 虽然公司的同事 未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他亦呼吁所有公司延长备用资金 结果有八成公司 将论位capital延长24至36个月 因而获救 至于何时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周凯旋称 李嘉诚暂时未有提及 好似仍然在谨慎路线上 本评到评 说白了 就是没有任何信心 底部还远远没有看到影子 下面是一位女子 实名举报两任局长 收受贿赂 现任局长与女性有不正当关系 并且现任局长 是前任局长亲弟弟 纪委回复 肯定会关注 但不便透露 官方的通报说 情况通报 2023年12月6日 网传山西一女性公职人员 实名举报两任局长的消息 引发网民关注 柳林县纪委对此高度重视 已成立联合调查组 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感谢媒体和网友 对我现工作的关注和监督 下一步 我们将根据调查情况 一级一规依法进行处理 并及时回应关切 柳林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网友跟帖说 现任局长 是上任局长的弟弟 还与女性 在办公室发生性关系 迷满 局长也能实习网替 怪不得有网友说 本来是传位给儿子的 但儿子大学还没毕业 所以先传给弟弟 再来看看这条新闻 辽宁一个开锁将 协助警方开锁 被炸身亡 妻子维权三年 未获任何赔偿 一起遇难的民警 被追击一等功 丈夫的死就像没有发生过 如今 因爆炸受损的房屋 已经修缮完毕 事件中遇难的民警 也被追击个人一等功 王立军的妻子 王燕丽 却四处围权碰壁 我丈夫的死 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竟谁应该为丈夫的死 承担责任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三年前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 保利三七小区 一名女子 因与家人矛盾 试图打开煤气字 S 该女子母亲 发现异常后 报警求助 所将王立军 被警方叫来 协助开门锁 开锁后 女子母亲进入室内 误操作导致煤气爆炸 王立军与现场 一警察 吕赫光遇难 另一名警察 含蓄受伤严重 房屋损毁严重 事发后 遇难民警 被追击个人一等功 只有王立军 未获任何赔偿 其妻子王燕丽 奔走三年 仍被政府官员踢皮球 他申请国家赔偿的 两次行政赔偿诉讼 均被驳回 警方至今未出具 爆炸事件的调查报告 振兴公安分局 花园派出所所长 王海斌 告诉王燕丽 家属反应问题 还应逐己反应 花园接到办事处 副主任王强表示 还得找警方 律师分析事件的责任划分 应依据官方罪章的 事故调查报告来认定 即使警方不存在过错 也应当承担补偿责任 如果相关部门 拒不出事调查报告 王燕丽一方 可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还可以向释放煤气的女子一方 提起民事诉讼 东航前几天 一架飞机发生事故 今天又出事了 东方航空 上海飞往伦敦的 慕五三三航班 发生机械故障而返航 乘客拍下飞机 空中放游的画面 一位网友说 东航怎么老出事 另一位网友说 现在我们都自己检修飞机 还有一位网友说 看着是机械故障 其实公司内部管理混乱 空中浩劫有提到过 经济萧条的时候 会裁撤大量维修保养相关人员 尽量不坐飞机 等经济恢复了在座 好几次了看到东航 下面是一则警方的通稿 情况通报 2023年12月5日22时许 李仓区某居民小区 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小区保安员赵某 男54岁 与外卖员李某 男32岁发生争执 持刀将李某捅伤 案发后 赵某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 李某送医经抢救无效死亡 犯罪嫌疑人赵某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青岛市公安局李仓分局 2023年12月9日 有网友发帖说 从年局里 我们认识了田基素 从草莓里 我们认识了彭大素 从香蕉里 我们认识了拉长素 从番薯里 我们认识了富南丹 从青菜里 我们认识了甲岸林 从奶牛里 我们认识了雌激素 从大米里 我们认识了食辣 从火腿里 我们认识了滴滴味 从咸鸭蛋里 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 我们认识了福尔玛林 从银尔里 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木尔里 我们认识了硫酸酮 从三路里 我们认识了三剧情案 从双汇里 我们认识了瘦肉精 在茅台里 我们认识了塑化剂 朋友们 我们在食品中 顺利完成了化学扫盲 财经通讯社报道 公安部打击证券 期货违法犯罪活动 涉案金额超90亿元 财联社12月8日电 为进一步严厉打击证券 期货违法犯罪活动 近日公安部会同证监会 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 联合证监机查部门 组织开展证券领域重点案件 集中收网行动 破获多起重大内幕交易 恶性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50余名 查扣手机 电脑等作案电子设备 180余台 涉案金额超90亿元 一举打掉多个实施证券违法犯罪团伙 行动取得显著战果 有力地维护了资本市场秩序 保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 本评到评 我没看到中共保护过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就算这次的报道是完全准确的 那也是一只老虎吃掉了几只狼 跟羊没有任何关系 羊还是被吃的命运 中共是把某些无权无背景的 做监犯科的人抓了罚钱 但是罚的钱并不是给受损的合法投资者 而是中共自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就在刚刚有机构爆料出一组 骇人听闻的数据 目前724家排队上市的企业当中 竟然有488家在IPO前 大手笔分红 既然有钱分红 为什么还要融资呢 其中366家IPO募资的用途 居然是偿还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既然有钱分红 为什么没钱还债呢 其实这些IPO产业链上的人 从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闭环骗局 先从银行贷款几十亿放到账上 用来给自己分红 然后再试图上市融资 拿着散户的钱去还这笔贷款 比如其中有一家 叫做海湾化学的公司 IPO报告期内分红33.06亿 把公司掏空以后 现在计划上市融资30亿 相当于百亿个空壳公司 卖给散户 简直是无耻到了极点 而对于这些行为 竟然是合法合规的 目前只有19家IPO被终止 注意是终止 而不是终止 像这样的公司 难道不应该永远禁止上市吗 这样的规则是否合理 值得我们深思 这些IPO产业链上的人 包括老板 高管 财务总监 董密 审计 保健机构 大家觉得 像不像是一个某种团伙 这就是为什么 A股始终徘徊的 3000点的深层次原因 所以无论国家对汇金 国薪如何抄底 再出多少王诈级别利好 市场永远定死在3000点 本频道评论 中国的A股市场 不单是赌场 还是诈骗场 还是抢劫场 再来看看这条新闻 浙江省员副省长 政协副主席朱从九 向组织申报的财产 就有数亿 十亿副省长被捕 其前任 下属都被判刑 他私自携带 围禁书籍入境 并长期阅读 据媒体报道 朱从九和妻子 一直家庭资产雄厚 很有钱 向组织申报的财产 就有数亿 人称朱十亿 十亿副省长 朱从九的前任姚刚 利用职务便利 非法获利 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下属李志玲 被判处无期徒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 朱从九公器私用 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及执法司法活动 靠金融吃金融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公司上市 融资贷款等方面牟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公开履历显示 朱从九1965年3月生 安徽肥西人 经济学硕士 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 经济师 他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 1988年 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货币银行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 朱从九进入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管理司工作 1992年 转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999年 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 历任副总经理 总经理 2008年 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席助理 党委委员兼发行监管部主任 2011年 不再担任发行监管部主任 2012年 朱从九首次到地方工作 与新浙江省副省长 2022年7月 辞去副省长职务 2023年1月 其当选为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正所谓 无关不贪 真是中共的 真实写照